论一部慢改剧是如何还原动漫神作的 当男主们双双长大面临重逢 他们必然相互说你好 第一步 霸总余亮翻遍校园 疯狂电话攻击 俩人于灯火阑珊 窗帘尽头处 惊喜对视 从此将CP进行到底 别想了亲 我是你得不到的男人 然后时光就拉上了窗帘 时光 呃不 其实时光明白余亮相挑战的一直是楚莹 不忍心欺骗余亮 选择了躲避 话说这一幕 怀孕度简直百分之百啊 但作为官方CP 能轻易避易吗 于是第二步 跟正苗红热血少年余亮 听说时光正在招兵买马 准备参加试围棋团体赛 为了顺利与时光对战 他不惜自降身份 跑去参加校围棋社 但世界冠军的儿子过来抢自己的位置 围棋社不乏小气嫉妒之辈 面对社员的排挤和挑衅 余亮不慌不忙 下模仿棋 一笔之道 还棋比身 下盲棋 一笔三 彻底打负了围棋社 那将时光拒绝小亮之后 就专心准备试围棋比赛 原本的团体赛三人组 将司理学长专心准备高考 围棋小团队 结胜两个人可以参战 时光脚向在厕所 发现一颗隐藏的金子 并以一张叶惠美 顺利引进现身 傲娇围棋手谷雨 下棋鹿子也 善于在棋牌室作弊骗钱骗CD 棋牌室老板费了一番周折 小闯大戒 终于让顾雨改掉了这个毛病 毕竟对于一个棋手来说 尊严和节操比胜利更加重要 而时光也顺利说服 这名实力不俗的新队员 很快是维基赛也如期举行 然后在赛场上 时光看到了宿命的冤家 我还要把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我跟你说实验中学三台倒霉了 碰上我就是他最大的不幸 谦虚点 我就是实验中学的三台 他的心再度不平静起来 大哥你一个国家预备役 不去参加世界比赛 跑来参加学生锦票赛干嘛 再到闯卫休息时 时光的心绪更加起伏 从别人的闲谈中 他终于知道了于亮出现在此的原因 于亮所做一切 不过是为了和自己在下一局棋 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 于亮出国苦学六年 就是为了追赶自己 打败自己 不 是楚莹 为了不让于亮失望 楚莹摩拳擦掌地准备下棋 自从时光对围棋产生了兴趣 他已经很久没一盏所长了 期待得很 而于亮 他自然没有表现得那么镇定 除去期待 还有几分慌乱 楚莹从容开场 比赛顺利进行 戏风对手 降雨良才 楚莹下的兴起 还想要换种打法和思路 试试这孩子的功力 时光看着于亮专注执拗的眼神 他明白这人一心追赶的 其实是楚莹 但他也早已将于亮 作为自己的目标 两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试试才知道 时光手势一转 下在了自己早就看好的位置 这突如其来的一步 乱了诸楚两人的阵脚 于亮每天模拟时光步伐 这一步超过他预料 而楚莹则在旁苦口婆心 这步确实是神来之笔 但以时光目前的起力 根本驾驭不了 只会自寻死路 接下来鬼案如他所料 时光困扑成军 于亮看着一手手的烂棋爆发了 随着时光的认输 于亮起身离开 为了今天 他不知道忍受了多少嘲笑和劝阻 那个他曾经见过的棋神的影子 被他亲眼撞碎了 这六年的刻苦与坚守 显得过分傻气与可笑 这个追逐的目标没有了 于亮很快办理了修学 他该去参加围棋定断了 那才是职业棋手应该走的道路 而时光就像自己过去犯的错误 落子无悔 勇往直前 但时光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错误吗 他找了围棋老师复盘 结果老师精准打击 后半局差的简直换了个人 好的棋手互相影响 坏的歧路也会影响彼此 这次失败的对局 让时光认清了自己的能力 对于楚莹却是无限的惋惜 拿着小娇气的剧宝 楚莹倒是一哄就好 而于亮那边 就得上演混葬场了 他找到于亮准备再来一局 但于亮表示 爱已经消失 再不会和你下棋了 今天的我是你得不到的人 微不打扰于亮准备盯断考试 时光决定过段时间重新坠齐 不过他倒也没闲着 时代在发展 围棋网站应运而生 感谢时光罪业不多 感谢网吧不贵 从此楚莹得以上网大杀四方 再也不用苦苦寻找对手 憋了千百年的齐魂放出来了 他能绕绕这世界 一时间楚莹轰动全网 战胜数名职业起手 从无败即 粉丝暴涨 那招粉速度 交牙望尘莫及 这网络门庭弱势的场面 让楚莹仿佛梦回南梁 想看他下棋的人 比千年前还要多 网站的创办者 于亮的师兄 为其九段方絮 甚至举办了楚莹研讨会 这种与三百年前 著名的棋手 小白龙白子球 同样的洗法 引起了他们莫大的兴趣 虽然他们都败于楚莹之手 于是他们想跟楚莹网友见面 并把见面会 变成记者招待会 但当楚莹与时光 带着猴子面具出场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一场闹剧 自称楚莹的人不止一个 他们打坐一团 记者争相拍照 楚莹看着看着就笑了 不过一个虚名而已 也觉得抢成这样 还是专心参悟神之一手了 这名助力什么的 算了 于是两人灰灰衣袖离开了 但正好赶来的余亮 却一眼认出自家CD的后脑勺 他跟上去对时光一阵询问 但楚莹这么厉害的歧路 不可能是时光下了出来的 上次对局他下了那么臭 本来漫不经心反驳的时光 却被积出几分真心 等一下 如果你只顾着追逐我的幻影 那真实的我很快就是把你追上 还幻影 你游戏玩多了吧 被余亮刺激 外加知道自身差距 时光决定向着职业围续手进军 而首先 就是参加暑期围续戏练营 把傲娇旗手谷雨和郝青梅 一起挥入进去 时光却在第一时间看到了余亮 他现在是自己的老师 对姐刚刚通过了定段考试 时光有些窘迫 口口声声要追上人家 结果人家都定段成为职业棋手了 此时的台上 余亮正在讲述的 是楚莹当年下过的一盘棋 但他的口中 这却是早已被淘汰的古早棋 看着对面楚莹显而易见的失落 再加上身份改变的不适感 时光忍不住上台battle 哪吃 输了 这样我就站两边啊 你那叫站两边吗 这都没有活 我下在这里 你立马就成为我攻击的对象 我站 怎么样啊 跳 拆 加 反加 跳 拖 顶 挡 断 输了 时光没了立场 台下人起哄赶他 少年负起立场 于楚莹在场外下了一盘坐子为棋 以大地作为棋盘 抬手落笔化作棋子 人来人往的广场 时光于楚莹 这位一师一友的千年棋魂 旁若无人的做出他最快乐的事情 这也是今后 他为之奋斗的坚守 棋魂第十集 以一个温情的角度收尾 时光楚莹依然美好 值得高兴的是 剧版依旧没崩 故事的骨架脉络 和推进方向严格遵守援助 时光临阵改齐 导致于亮六年信仰崩塌 但就如同于亮父亲说过的 落子无悔 他该当勇往直前 摒弃那块童年的阴影 时光也需要认真定义自己的目标 与努力的方向 或许这就是成长吧 总是需要经历一些挫折 才能收拾心情继续上路 当然了 时光于亮这对相爱相杀的CP 也不会就此轻易收尾 毕竟 时光的追逐之路 于亮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我是娇妍 咱们下期再见